中方对布林肯国务卿的有关言论强烈不满,坚决反对,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借所谓民主峰会渲染民主对抗威权,本身就是虚假叙事 指责中国散布虚假信息,本身就是虚假信息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虚假信息的测源地和传播者 世人对此都看得很清楚 中国经济气温向好,美方却炒作崩溃论,见顶论 一带一路为各国人民带来福祉,美方却炒作所谓的债务陷阱 外国的民众自发地讲述真实的中国,却被美方说成是中国操纵舆论 促进新疆稳定发展的政策举措,却被美方贴上了强迫劳动,种族灭绝的标签 包括美国中情局局长在内的美方政客不止一次地承认 美国通过买通媒体等隐蔽手段散布对华抹黑的言论 这些都证明了美国常年有组织,有计划地散布设华的虚假信息 已成为美国对华认知战的重要手段 谎言与阴谋,最终只会反噬自身 美方越是费尽心机,造谣污蔑,混淆视听 却越让国际社会看清其信誉账户的累累赤字 留下的只会是越来越洗不白的恶名